精通催拉弹打各种乐器 戏剧前辈更对他谬战 八肢交椅做透透的 国宝级北馆艺师庄敬才 为了传承北馆戏曲 日前传译中心台湾音乐馆 出版汉阳催虎一书 为庄老师留下生命史记录 传译中心台湾音乐馆 之所以会出版这一本书 最主要的重点 因为音乐馆它有一个 对台湾音乐保存传承的使命 北馆景气不好的时候 他们要去矿场去工作 妹妹就在矿区下山的时候 事故死掉 她扛着妹妹下山 那些都是很感情的东西 最大的资产就是 她把宜兰风味的北馆戏曲 保存下来 这些经历种种 其实没有记录的话 就如过眼云烟 透过专书出版 补述了庄敬才的真容岁月 同时收藏北馆曲牌 继十二曲片段 并感念她座域英才无数 现今七十岁的议师 深受庄老师影响 北馆极团一定要把她继续 团用下去 我很高兴说 她的出的学生也有人会去接这个任务 也来为这个北馆戏来团成 这样应该是正确的方向 不要让老师说一生的薪水 就让我们不客气 回顾庄老师跟随父亲戏班的学习历程 到最后对北馆戏曲传承第一人 新书出版也为北馆国宝级议师 完整了一生的生命史记录 人家卫视剑家梁海瑶 台北仓报道